蓝色先被车失控自撞 又被两台后车追撞 一名妈妈抱着三岁女儿 来不及跑到路间就被撞死 三岁女童还被抛飞到对向车道 现场还留着当时包孩子的毯子 关键就在遭撞的小车 右后车门被撞坏 抱着孩子的妈妈 只能从左边车门逃出 成了最后一个逃出车外的乘客 没想到就差这么短短十几秒 妈妈跟三岁女童无端被撞送命 一口气痛失爱女还有最疼的孙女 死者爸爸身上还留着斑斑血迹 女儿还有孙女来不及跑到路间 就在亲人眼前被活活撞死 我女儿本来要跟着我从回来 看脱子很快才退回去 然后到哪儿就是 就绷身了 重回事发现场 就是这台仙背车 载着一家七口 包含先生 太太 女儿 岳父 小舅子总共四个大人 三个小孩 到台中畅游乐园后 北上回家 突然失控 车头撞上外侧护栏 再度弹飞 撞击中央分隔岛 只受轻伤的七人赶紧下车 最后离开的妈妈跟三岁女儿 来不及跑离开 内侧车道两辆高速开来的车子 闪避不及 车子撞毁 也撞飞了母亲跟三岁女童 日控撞外车户人又要弹到内侧车道 然后其中有一位妇人 他抱着小孩 被撞了小朋友 跑到对面车道 当场死亡 这一家人感情深厚 平均每个月都会相约一起出游 也经常开着这台小车 跑遍全台湾 才刚开心去了游乐园玩 四个大人 三个小孩 挤在同一个车子里 是否有超载问题 警方还要调查 至于下车女童遭到撞飞 妈妈遭撞死 也让家属十分痛心 无法接受 记者和目前新竹采访报道 好